Hello 大家好 我是Dio 今天我正在去投資屋 因為早前有我的管理管理管理 就跟我說有一點補充 想找個人去做 我想了兩想 反正我都很久沒進去看那間屋 我都打算進去看 所以我就決定自己做 但其實我都是犯了一個錯誤 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我覺得那件事很濕碎 我可以自己做到很簡單 不需要找人去做 很多人都會 我自己也是一樣 我會不捨得去放手 想節省那些錢 就不去找人做 然後很多事情都自己去做 最後浪費了很多時間 其實忽略了你的時間 其實是可以更加好去利用 簡單來說 在判斷某一件事 究竟值不值得自己做的時候 你考慮幾件事 第一就是 你有沒有那個技能 你有沒有那個技能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要重新去學 你可能要浪費更加多的時間 然後第二就是 你究竟 你的時間值多少錢 你自己要想這個問題 就是 假設你現在的工作 你每個小時 賺三十元 然後你去做這個任務 可能要用 你要用 可能要用五個小時 因為你不熟 你要用五個小時的時間去做 那變成 就是用了一百五十元 那你一百五十元 其實你是不是可以找到 一個更加好的人去做呢 或者你是給了一百五十元 別人去做 然後你可以用這些時間 去陪家人呢 或者去用這些時間去 去學一下一個 對你本業更加有幫助的技能呢 又或者 用這個時間去做你的生意呢 或者用這個時間去 令到自己更加進步呢 那這個問題 你還是要問自己 然後你可以簡單點計一條數 就是你 如果你是在創業的階段 或者你自己現在其實是 做著一種 sales 或者跑數類型的行業呢 那你要考慮的東西 除了你現在賺多少錢之外 你還要考慮你 目標你是想賺多少錢 因為假設你 每年你的目標 是想賺十萬澳幣 那你應該要考慮的就是 好啦 那我目標 假設我要賺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澳幣 就是除了你 每年你想做 你想上班的時間 你想工作的時間 假設你每年是想做 四十個星期的 其餘時間 我們是想去休息 或者我們是想做其他事情 那四十個星期 即是你 假設你是四十萬 除以四十個星期 那你每個星期 你就是要有一萬元 是不是 一萬元 然後你就知道自己 大約你目標的收入 就是你每個小時 你的身價是值多少錢 那如果你考慮這個任務 究竟是找人做 還是自己做 的時候 你就考慮 究竟你的目標 想賺的時薪 是不是高過這個任務 你找其他人去做的任務 這個任務 如果你高過的話 你就自己真的不應該去做 你是應該放手 要學會放手 永遠要放手 要想一個更大的格局 你將自己的想法 想得長遠 更加上升去另一個層次 你這樣才可以去到 你的目的地 否則你是墮入了一個陷阱 你就永遠在一個死循環裡面 你就永遠在想 怎樣去省錢 而不是在想你怎樣 可以令自己進步去 達到你去想要那個高度 和你想要自己成為那個人 好了 駕駛了大約八個字 終於都到了 那就看一下 現場環境和我之前來的時候 都差不多 都沒有什麼變化 大家都看一下 其實我就是把一塊地 上面建了兩個分別可以出租的 兩個單位 本身有一個住屋 就是3號 大家見不見到 後面的信箱 我都安裝了兩個信箱 3號和3A 現在我在去3號裏面 我要做的東西 就是一個 天花有一個蛇燈 它歪了 就是 然後它裡面 洗澡方面 有一個花灑 軟罐 我要駁好它 就是這麼簡單 我帶大家進去看一下 就是這個蛇燈 可以帶你上去看一下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把它放上去 然後把它放上去 你看到最好用這種蛇燈 這種蛇燈 叫做G-U-10 這種蛇燈 你可以換 另外一個問題 更加簡單 就是這條軟罐 鬆了 我們要駁回去 我想試一下用膠紙塞進去 就算了 因為裡面的膠紙塞進去 其他東西都沒有問題 其他東西都沒有問題 好 試一下先 30秒 就是用水喉膠帶 纏著頭 然後塞進去 它就卡住了 現在就不會掉 不會掉下來 就是這麼簡單 搞定 沒有來一陣子 鄰居把這裡做了一個 製造了兩層的製造 製造了兩層的製造 製造 它本身是一大片草地 全部是一個斜坡 現在製造製造 製造製造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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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鄰居 我也認識 它是一個單身 年紀也有差不多 差不多退休 但自己都 可能它找人製造 都製造得不錯 用的工序 跟我那裏差不多 就是 用中間那個 打了一個裝在地上 裡面有水泥 然後 上面放一些Slipper 即是木枕 木枕 這些全部是Treated pine 全部浸過藥水 不怕蟲咬的 也不怕濕氣 Treated pine 另外舊了也可以換 很容易可以換到 所以這裏我覺得是最經濟 最實惠的做法 剛剛弄了那兩樣東西 然後租客也跟我說了其他問題 你多些跟租客交流 其實都對你有好處 因為你可以知道 他們有什麼需要 如果是好的客人 你都可以保持住他們 剛剛搞定了 做完東西 現在就在Audi 剛剛買完東西 這裏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附近有間Audi 見到有間Audi 澳洲其中一個 比較中低檔的Supermarket 這個區 附近還有一個大型的醫院 公立醫院 還有很多工廠 都是一個比較方便的區 現在我就做完東西了 買 順便買一點點菜 然後才回家 今天一天 一個週末就過了 下次見 明天 明天